周朝国座790年 国国国座391年 很多人恐怕不认识国这个字 但如果说你们身边没有几个姓郭的朋友 我是不认同的 毕竟郭姓历来都是陕西十大名门望族之一 国和郭两个字在周代又是相通的 著名的国书其实就是郭姓的源头 尊号郭公 这就是华夏历史上最早有据可查的郭姓起源 谁说国国已经存在于各种史记中3000多年了 可是人们真正认识国国是一直到1956年 国国墓地发掘后才慢慢清楚 所以可以说我们认识他还没有到百年 于是有人总结说历史书太小 装不下一个姓氏波澜壮阔的一生 历史书又太大 装下了华夏上下5000年 好了言归正传 周是历史上数一数二的长寿朝代 可奇怪的是国国作为周武王亲手分封的最早基内公爵 为什么又偏偏如此短命呢 国公不是说好要和周王一起修炼千年 国国怎么就先渡劫早妖了呢 关于这个问题 我们现在都知道 周朝建立初期因自身军事和经济力量不济 对前朝邦国采用了二王三科的怀柔制度 周分封顺的后人于臣 归姓 分封下雨的后人于起 四姓 分封商汤的后人于宋 子姓 这就是著名的三科公爵国 他们享有周人这儿克卿的权力 灭国不爵四 三科也不用对周王行君臣之礼 这三位公爵 只是对过去王室优待的尊称 本质来说没有任何公爵的特权 版官蝎子拉使独一份的畸性公爵 东国西国 才是真正的公爵 周朝 就在王集内担任四或荣的要职 才会是真正的公爵 否则是称不了公的 很多所谓的公 都只不过是死后的嗜好而已 比如静 旗 燕 都只是侯爵 秦 正 也只是伯爵 楚 更只是子爵 那么问题来了 这么得天独厚的国国十权公爵 怎么走得比三科虚权公爵都早呢 我们今天就以不一样的角度来聊聊 国国 他这一身钢铁究竟是怎样联费的 要说清楚国国 我们就要先明白他究竟纷纷在哪 公元前1046年 五王克英后 出于保卫西周王级领土以及便于周朝进一步向东扩张的需要 分封周文王二帝 国仲 于智 也就是今天的河南省 银阳市 建立东国国 三帝 国书 于雍 也就是今天的陕西省宝鸡市 建立西国国 二人分别把守西周时王级东西屏障 虎劳关和大散关 讲来三国迷都知道的虎劳关 恐怕就是和国国搭有奄远 看看国国的羊髓 是两只猛虎拱卫着中间太阳行扭 这就是国国的族徽 他仿佛在告诉我们 两只猛虎正在看守着中央王级 大家觉得战国时诞生的虎幅 为什么是分两半的 会不会是因为东周早期已经灭国的国国 给了他们一些小小的启发呢 当然 国国的地理位置是比较复杂的 周代一共有过五个国国 历史上除了东国 西国 还有南国 北国 甚至还有小国 西周晚期时 王室衰落 西国国迁到了上阳城 建立了南国国 东周早期时 正国灭东国国 周平王又把黄河北岸的下阳城 分封给灭国后的东国国 建立了北国国 大家可能会问 小国国呢 西国国迁走后 留在原地的一小部分 就是小国国 东周初期 南北国国脚跨黄河两岸 手拿秘密文件 是在今天的三门辖士位置上 这里 以大雨至水时 一箭批出 人神鬼三门而得名 随着西周灭亡 平王东迁 国国再一次成为 东周初年王级的西大门 负责守卫 对成州络绎至关重要的 小寒古道 这就是后来著名的 寒古关所在地 除了雄奇的关隘 这里还有两个 格外重要的渡口 毛进度和太阳度 西周的强大 是因为当时王级有 西边宗州 和东边成州的 广大疆域 王级两端有 西国和东国 这两个门神 而连接宗州和成州的 正是小寒古道 他堪比周代的 河西走廊 我主观且不负责任的认为 周代得小寒古道者 得天下 宏观上 看后来春秋战国时的 所有合纵连红战略性的战争 都正好印证了 我的这个观点 战国七行 争夺最激烈的 其实就是小寒古道 秦国东出 只能走这 六国关门 关的也只能在这 要聊国国 就必须先聊招募制度 很多人聊招募制度 把招募制度的重点 都放到了墓葬制度上 不过在我看来 丧葬习俗固然重要 但这些人恐怕放错了重点 招募制度的真正重要意义 应该是在宗庙祭祀上 一切的一切 还是回归到左传 国之大事 在似于荣这句话上 只有搞清楚这八个字 才明白 周人究竟在干什么 我认为 作为世界上最早熟的 世俗化王朝 周人对天地的敬仰 本质上是对人 这个主体的尊重 唯有人本主义 才会得出近鬼神而远之的这种信条 虽然客观上 周人还没有达到现代人的高度 但在同时期的古代 周绝对是人本主义的典范了 所以 四也好 容也好 本质上必然是做给活着的人看的 而不是做给鬼看的 祭祀死者是为了鼓舞生者 发动战争是为了维系生存 只有明白周人的底层逻辑 我们才明白一切的一切 不是为死 而是为生 现在 让我们来聊聊招募制度的作用 第一 把宗室血脉中的亲疏远近 给后来的生者们安排的明明白白 第二 把阁楼很多代的亲戚 又重新为后来者给renew了一遍 使得后代之间相互更加靠拢 还不明白没关系 招募制度规定 周天子可以为七位祖宗先立庙祭祀 十祖庙的公司创始人 王继 居中 以下 先王安 左招 右拇 备份排列 由于日月星辰运行多在中天以南 故古人观天向为坐北朝南 因此 始祖庙坐北朝南 招募之秘名 以日登升称招 再左 日息落 再右 故称目 我顺手把古人以左为尊的原因 也给大家找到了 第一 是因为招募制度中辈分的先后 第二 是因为天体运动中太阳的轨迹 周这个公司真正建立者 如果是周五王的话 那他的父亲 周文王 就是基业的奠基人 西伯侯时达成三分天下有其二的成就 但他仍服侍于阴伤 所以就以他的庙为招挑庙 古王是他的儿子 就应居目为 想目挑庙 招有名义的意思 目有收获的意思 挑是元祖的意思 文王正树 五王摘桃 是不是还蛮贴切的 招挑庙 目挑庙 始祖庙 这三庙在周代是万事不回的 除了不回的三庙 再往下就是一辈分 左招右目的牌 一旦超过了四庙 就依次把前面的招庙 目庙毁掉 把神主牌位移进始祖庙 依旧按招募序位排列 叫做清静一毁 因为四代以后 亲情自然会渐渐淡漠 于是为新去世的王 按招募序位 破旧庙立新庙 简单总结一下 七庙是由三个影红的庙 和四个依次跌毁 再新建的庙组成 比如周游王时 七庙应该是这样的 必须注意的是 根据最新的研究资料显示 周温王在生前 很早的时候就已经成王 因此周分封的诸侯国 有些可能比周代建立的时间 来得更早 比如国国 有证据显示 早在周温王时就分封了 不过我在这儿 依然还是采用周武王灭伤 建周的前1046年 作为国国的起点 清华简宝训中的内容戏 周温王临终前 对乔兹基发所留下的遗嘱 上来就称 为王50年 再加上周元出土 王和周芳博在一起的 正多周初时期的甲骨证据 因此 关于文王鸡昌称王的争论 就可以画上句号 古宫潭妇 周朝建立后 追尊为太王 是周文王的祖父 从他带着兵人 迁徙到祁山的周元开始 自带种田种族天赋的周人 才算是真正兴旺起来 关于周元 我以前一直有一个疑问 周元明明那么好 为什么只有等到 古宫潭妇去过了 才有人住 难道以前的周元 没人住吗 如果有 那这些人又去了哪 有关这个机姓周人 抢了另一个姓氏周人地盘的历史 我以后有时间 再为大家做一期视频来探索 古宫潭妇有三个儿子 太伯 仲庸和继丽 继丽的儿子文王聪慧 又是商朝贵族女子太任所生 因而深得太王喜欢 太伯和仲庸看出了父亲的心意 为了把王位传给继昌 就一起逃到南边进满地区 断发文身 成为沟吾部落的首领 继丽顺利继承了王位 尊号王继 周朝建立后 众英宗孙周章被封为吾国 在江南 周章的弟弟于仲 则另封为于国 在济南 至于国仲和国书是王继的儿子 文王的弟弟 封于东国 西国 看到这里 大家是不是好奇 国国和招募制度 有什么关系呢 孙子兵法第24纪 假道伐国 说的是晋国借于国的道 来伐国国 同时 这里还有另一个成语 纯王齿寒 公知骑士说出纯王齿寒 告诫于国的大夫 当时于公被晋国用财宝美女所收买 打算借道给晋国去打自己邻国 国国 于国间就是纯王齿寒的关系 于公不明白这个道理 一旁另一个大夫 白礼西指导于公白痴又固执 只好一言不发的看他们表演 于公给出的理由是 晋国套晋虎 说晋国不会灭掉同是太王之后的于国 公知骑士就对他讲 国国和晋国同是王继之后 比于晋血缘关系还要亲近 国书更是周文王的亲世 做过武王和周公的老师 晋国都要灭掉他 那就更不会念及于国的亲情了 于公不听 晋国果然在灭国后 回首套 回尸灭了于国 当然 于公不听的另一个理由其实是 早在三年前的前六五八年 晋国已经戒了一次道 灭了北国国了 回尸时也没有灭于国 这一次是复戒 所以于公有点想当然了 左传西宫五年 大伯于众大王之昭也 大伯不从 是以不似 国众国书 王继之墓也 魏文王亲世 勋在王世 藏于蒙府 这里的昭和墓是指带父子关系 文中的故事发生于卢喜宫五年 也就是公元前六五五年 周汇王时期 这时候已经是东周了 离第一代周文王周五王过去了近四百年了 除了上三庙不动 后面的四庙应该已经变了很多次了 可是这个时候的渔国大府公之旗 依然对于渔国 晋国 国国的亲疏远近 搞得一清二楚 这就是我开头说的 招募制度的第一个作用 如果把太王古宫谈父 作为周人始祖 那么说太伯 渔众 太王之招也 同样 周朝始祖王继也是太王的招 那王继的儿子就是募 所以国众国书 王继之募也 搞懂了这些 第一 国书国众做周五王周公弹 这一辈招的老师 就不难理解了 这是辈分 第二 其次我们就明白了 为什么王继内会分封 西国东国 并且都是公爵 掌握西六师这只王室 第三 同样是王继这一只 同样都是穆的晋国和国国 我们终于明白 为什么比渔国来得更轻了 第四 礼记取礼说 君子抱孙不抱子 古时候 爷爷那一辈 看见孙子这辈出生 对于古人而言 就意味着自己的寿命 基本走到了尽头 所以爷爷辈去世 开席的时候 是以孙辈来享用祭品 而儿子那辈是不行的 而且招募制度就明确了 爷孙辈势必卡在同一个招募上 这顺道有解释了 两大千古谜题 A 为什么古代王室中 是父是子是经常发生的 而是祖是孙 几乎闻所未闻 大家再想一想 朱元庄 为什么死活 要让孙子朱允文来继位 是不是忽然有点 恍然大明白了呢 B 为什么中国自古 就有格戴清的传统 原来根源就在 招募制度的礼法上 国国国君世代为 Boss州的亲世 替天子东中西讨 南中北战 起着周王室 东西两面屏障的效果 在平番中 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西州王朝 一般按早 中晚被史学界划分为三起 早 武城康兆 中 目攻异象 晚 以立宣庸 早期 周队东方用兵 殷巴士为主力 到周昭王时转向南方 可却丧六失于汉 自己也死于汉水 周不败之神话告吹 周分封的汉阳朱姬 转入战略防御 中期周队西方用兵 西六士为主力 早周一王时 周开始连区败仗 一王七年 西荣卿耗井 十三年 敌人倾齐山 十五年 从耗井迁都怀里 二十一年 派国公伐犬龙 战败 晚期 周人在东南西三个方向 忙于救火 东南的恶侯 从盟友变反叛 带着怀疑联军 打到重州落叶 国公长赴奉 周立王之命 帅英八师加西六士 联军镇压 都没打赢 直到一个叫羽的大臣 带来援军 才勉强拿下恶侯 恶侯女儿王吉 其实是周立王的生母 对于老爷的反叛 周立王极为震怒 命国公杀光 其国内的男女老幼 一个不留 我想 厄运 厄梦 这类的字眼 很可能因此而来 两周交界之际 到底发生了什么 以及国国到底做了什么 有关周幽王 周平王二王病例 以及后续 周平王 周邪王二王病例的格局 由于篇幅关系 我会单独为大家做一起 这里请允许我流水账的 简单为大家浏览一遍 周幽王室 新生早有养寇自重的嫌疑 因此周幽王 废掉新生的外戚势力 废身后 太子 位于耗尽西南的汉中盆地 包裹四行势力 成为周幽王 尽可攻退可守的一块宝地 此外 东迁到小寒古道的西国国 有着小寒古道 铜关和寒古关的天险 也是一块宝地 手里有了这两张底牌 周幽王就没有后顾之用 一副优势在我的模样 他自己觉得 可以不客气的掀桌子了 不从想 新生国一面拉拢犬戎 一面买通宗国 众人大本庸的 关中平原西北方向关岸 小关 事实上已经门户打开 身后再等一个机会 此外 天使也不在周幽王这边 关中地震 把骑山都震塌了 外将关中平原 罕见干旱 使得进水未水流域 完全枯竭了 申侯安排好一切后 立废太子为天王 一招将军 逼着周幽王去讨伐申国 申侯在申国 以以待劳 等着王室来送死 王室围困牺牲 却不想金水难案的 宗国也被申国买通 再加上入关的犬戎势力 侧面忽然杀来 伏兵让王师毫无招架之力 既然都造反了 自然要赌瓦大的 申侯必须趁这个机会 把浩金的周幽王 新太子伯父都给杀了 只有这样自己的外孙 周平王才能好好的活 因为河床枯竭 延安的布防等于失去了意义 深曾犬联军 顺着金水河谷这条高速公路 一路飞奔到浩金 得知王师战败 眼看联军来势汹汹 就要杀到浩金的周幽王 这个时候 才意识到大事不妙 赶紧带着太子和郑伯 一起往东跑 心想 只要跑进同关国国的地界 自己就安全了 不从想 流向黄河的渭水也干涸了 这让西荣的骑兵 可以发挥最大的骑兵优势 于是 在丽山山脚下 周幽王他们被犬荣给追上 甚至 杀掉周幽王的命令 都可能是亲爷儿子和前丈人 一起下大楼 后世谈礼崩越坏 其实源头在这儿 而且风火系诸侯的戏码 一片就骗了世界2700年 到此 难道就结束了吗 还远远没有 曾经的西国国 现在的南国国 在邪帝 立周幽王亲弟弟为周邪王 对抗是父是兄的周平王 形成又一次二王并立的局面 一开始 几乎所有王籍内的诸侯 都是支持周邪王的 因为周平王夺位不正 可是 为什么后来周平王赢了呢 周平王为了求生 所以他可以放弃的东西 远远比求活出尊严的周邪王 要的多的多 周平王周邪王 二王在周幽王死后 至少并立了21年 最后靖国出兵 杀死了靠近自己靖南的周邪王 原因 周平王能给的东西简直太多 周平王答应秦国 宗周浩金附近的中伐权 周平王答应秦国 黄河以北河东附近的中伐权 同时 正武功在魏国被软禁了三年 这三年中 魏武功成功说服 正武功加入 靖魏秦正联盟 虽说正武功父亲郑伯 的确是死在身后犬龙手里 但死人的价值难道不是为了 活着的人用的吗 只要正武功答应加入新四国联盟 洛阳附近的郑州就是你的 还包括附近东国国所在的 虎牢关等地也将属于你 正国功花费了三年时间 消化了一下杀父之仇 最后含泪取了武将 作为加入阵营的投名状 血状了洛翼附近的大片领土 到此 周平王只手遮天的大手笔 几乎就要成了 唯一的麻烦就是刺头南国国 为什么要等21年才杀周邪王呢 恐怕四国也忌惮 以国国为首的王籍内采义主的态度 再等南国国发生国军交接的变化 同时也在为津吞东州大片领地 讨价还价 靖国杀掉周邪王后 周平王再也没有挡路的人 南国国也不得不对新竹妥协 周平王终于可以好好的活了 史记说 秦国靖国护送周平王东迁成州 可是按清华姐信念来看 倒不如说秦国靖国是押送周平王离开宗州 离开自己的领土 毕竟我们现在都知道犬仁是周平王的盟友 他需要什么护送 这些都是计划的一部分 因为这些渊源 国国和靖国于是落下了长期对抗的病根 国国代表着曾经的王籍 靖国代表着私有化王籍的籍外诸侯势力 国国代表着西州王室的政统 靖国代表着东州王室的政统 最关键的还是小寒古道这块地界 在东州时致命的吸引力 靖国 于公于私都恨国国这个党道的自己人 所有的爱恨秦仇 都在时间的洪流中 汇聚成那四个简单无比 却质地有声的 假道法国 随着近年国国墓地的陆续发掘 以及清华检等大批战国史料重现天日 我们终于能有机会明白 2700年的故事是多么事故 我们惊喜地看见 曾经最强大的籍内公爵 国国 五英不全的鞭征出土 你们是不是会问 为什么五英不全 五英不全代表着忠诚 没想到吧 周灭伤后 西州早期曾经有过一个短暂的规矩 公 伤 绝 旨 语 这五英应该把伤这个英去掉 以此表示对伤的礼乐制度上的不屑 南国国墓地证实是东州时期了 他似乎还记得300年前自己对周王的诺言 在春秋早期 已经没有诸侯记得这种没用的礼乐制度了 他似乎记得 在多个南国国国墓地里 发现很多故意人为破坏的青藤兵器 你们是不是会问 这又怎么了 这的确曾经一度让发掘的专家也大惑不解 幸好他们翻遍史料 终于找到了这一藏俗 原来这叫毁兵 这同样也是周初的丧葬礼制 代表着周人要牢记 伤是因为穷兵独物而被灭国的 可是 这是春秋了 已经没有诸侯还有300年前没有的藏制制约自己了 可是崇尚武力的国国人 他记得 我们再来看看国国国君的墓地 四四方方的 同时期的静宏墓地是两条墓道 楚国墓道 秦国墓道 甚至都有四条墓道的 国国居然依然没有戒阅王室 哪怕作为周朝最早的公爵 他也似乎没有忘记自己对周的恭敬 是不是觉得这样已经够了 中国最早人工冶炼的铁剑 也在国国墓地出土 这就是被称为中华第一件的铁剑 腐朽的铁剑有着美丽不可方物的玉石剑柄 当你以为玉石是剑的主体时 其实我们忘记了 玉石只是铁剑的装饰 拥有最强大的武力 最顶尖的科技 却依然默默地收入自己的剑锋 只在周王需要他出铁的时候才会出击 国国这柄最锋利的铁剑 是他死脑筋自己炼飞的 东周周平王为了生存 选择了以最屈辱的方式 见证他身上畸性亡血 被身容受血给轻视 东周之地被分石殆尽荡然无存 不过最后幡然醒悟 把郑国的征伐之权收回 又交到了国国手里 因此郑国和天子交恶 国国又发兵去干预去卧代义的晋国小宗 和晋国落下更大的势程 最后晋国舍得花重金买通渔国 也是知道自己的崛起 国国必须成为试金石 到此 国国的故事算是盖棺定论了 我希望大家看到最后 还能回到故事的开头 把真诚打在公屏上 谢谢大家